西中基载着宝贝儿子的骨灰进场 新海大桥死亡车祸发生近两个月 阮爸爸费尽心思替儿子举办另类告别式 要帮盛祥议员中基梦 会场摆放多部中基和超跑 布置成车行模样 告别式以盛祥车夜开幕仪式呈现 家人们一同剪彩 希望用热闹气氛送盛祥最后一成 脸上勉强挂着微笑 但泪水始终在眼中打转 说老爸我18岁了 考到驾照了 我们可以开一间复合式的车行 就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紧急在心 可是哪知道开了这个车行是 是人生最后一条路 父子一起开车行的梦总算实现 但盛祥却已经不在身边 总是笑脸婴人大孩子突然消失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难以言喻 一场车祸夺走宝贝儿子性命 也凸显新海桥案问题 曾经为此走上街头 但事隔将近两个月 却一点下文都没有 这个新海桥啊 这个桥案的问题一个答案 到现在呢完全没有 尽管孩子已经离开两个月 但丧子之痛难以平复 看着盛祥生前笑蜜蜜的照片 软爸爸背从中来 只想告诉他 当时爸爸帮你弄好了 看一下漂亮吧 爸爸爱你 记者刘生温斯海 A小组新北市报道 尽管我们上街头 还有